首先得向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商演的出场费 我们经常听说啊 说某某出场费70万了 某某出场费20万 说他不高就5万8万的 这个商演出场费指的是什么呢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 可能是游湖安搬场演唱会 王菲搬场演唱会 他个人挣多少钱 错了 那个不叫商演 那个叫个人演唱会 个人演唱会是个人行为 商演和这个不一样 商演是指什么呢 说一个过去的事 你就明白商演是干嘛 在计划经济年代 商演叫走学 专门有噱头组织 这个走学演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你比方说 这歌手上来唱了 几度风雨 几度春秋 完了下边 他下边是谁演 等下来个等下来个等下来个 全能快速 在下边变魔术 在下边唱几个戏 反正这一场啊 要跟过去的话说 就是花场 什么都有 这个在计划经济年代 叫走学 到了市场经济年代 就改成叫商演 当然现在的商演 那里头不能说 山东快速 巷上什么都有了 现在的商演 绝大多数是指什么的 拼盘演出 你比方说请歌手 请来十来歌 你唱两首 他唱两首 这就叫啥 所以一般对歌手来说呢 商演是什么呢 他到这来了 最多也就唱三首歌 唱完了就走人 说这个刚才我们说 吴墨首 李戴墨这些人的价格 说三十万 是指的 到这来 打个照面 唱两台首歌 这个价格 那么说这个市场 现在价格怎么定的 谁高谁低呢 我可以给大伙这个 说说这行业 现在状况啊 我了解到的 一般来说 这个五十万 商演出场费是个坎儿 过了五十万 那就是一线大半 一线大半有多少人呢 不多 除了这个香港那几位啊 刘德华呀 崇敬呢 还有台湾的周杰伦 他们基本上 商演都能叫到 一百万往上 咱们说大陆这块呢 一般来说 刘欢 那英 像孙楠 还有韩洪 凤凰传奇 吕玉刚 汪峰 张亮影 这些都是出场费 五十万以上的 这个价的 咱们管的叫 一线歌手 这么最近中国好声音一伙呢 刘欢的出场费 一百万往上 那英也能这个价的 你像这里头 这一线歌手 有一些 挺有意思的现象的 你比方汪峰 汪峰一个人 一年的收入 等于其他所有 摇滚歌手 一年的收入 因为我们知道 摇滚歌手 你看有的名气 大象崔健 他的收入 并不是绝对的高 往往摇滚歌手 出场费呢 没有一般的流行 通俗歌手出场费高 汪峰有个特点 他就模糊了 摇滚和流行 你说我是摇滚 我有这味儿 你说我流行 你看我头发都剪了 我流行 所以说在这个 一线大腕里边 汪峰比较奇特 而且汪峰 一连双眼 哪哪都是他 汪峰是摇滚的 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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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峰出收入高的 原因很很难 有拿着汁舍做的 出道17年来 他完成了9张专集 130首歌曲 所有辞取 一首包办 保持了平均 一年半一张专集的 创作作者 18首年度金 十次最佳专集 13场大型个人人唱会 充计一百万歌迷 现场观看 同时 他的音乐风格 融合了摇滚的狂放 和流行的旋律 大量歌词中 构式的勇敢 面对现实的态度 深刻地接近了 时代气息和受认心理 深厚广大歌迷喜爱 也得到演出商的 积极对抄 因此 在汪峰商业价格 结局攀升至 50万元为盘的纯迹下 大量的演出 造主的高收入 也就是合情合理的结果 所以这一线呢 是50万以上 这个出厂费价格 所谓二线呢 是50万到15万左右 这个价格 绝大多数在20万上下 这类歌手 等到三线呢 那就是15万以下 一般6万8万5万这价 这里头还有一些呢 就说 也就两个万块出厂费的 那些不知名的歌手 或者完全过气了 都多少年前的了 哎 他再出来 到各个地方演出 这个价格 我们说这是三线 这对我们现在说 一线二线三线 那在一线歌手里头呢 现在最火的是谁呢 有人说 那刘欢那不是 刘欢也不怎么接商演 这里边最活跃的 被称为商演之王的 是我们以前说的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现在商演的演出 会在60万到70万之间 一般65万左右 一年他们能演多少场呢 一百场到一百二场 而且这都是紧着控制 如果你要是按照邀约来 那恐怕一年凤凰传奇得累死 有的是请他们的 本来他们去年的出厂费 我记得还是三四十万的 凤凰传奇从去年到今天 这商演叫 一下子翻了一方 相机 2005年10月 凤凰传奇在星宫大道 获得年度亚军 此后 二人的事业便风生水起 走上了一条神奇的藤林之路 令人心愿的是 这所谓主流音乐界 并不愿成长的音乐 综合的程序 这种组合 是迅速都做大量工作 2007年和2008年 单以月亮之上 而自如飞翔 将创造超过七千万次 彩龄下贷数量 2008年 全新端体 词详如意 创出年度唱片销量 排名第二的加进 2009年 岁渊民族风风起 正是获得年度内地销量第一 全三个月销量 就超过了三十万张 无论是在线网络 手机下贷 以及实体套贴销作领域 凤凰传奇 都已经成为 弄地华语乐坛 名不及时的流行天团 随之而来的是 凤凰传奇的商品价格 也一再飙升 有的人说 他们现在 这些人 这各个地方 有那么多请他呢 这市场需求在哪呢 有需求 头一个需求你记住 我们知道好多歌手 这一辈子可能拿手的 就那么一两首歌 哎他总有地方去挣钱去 为什么呢 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 我们说全中国2841个线 三线城市 地级市 好几百个 二线城市 一线城 有的是地方 各地商业如雨后春水 汹涌袭来 民心受邀 频频汕场 应接不暇 商业的市场有多大 是谁可以成全歌手们的价格一生败一生 老梁波人世界 为人深度节奋 商人靠神佛 你就各地方走吧 走一个地方 这是现 哎呦我现场看孙兰 用我现场看刘欢 他这个感觉好 所以他始终有这样需求 就中国地方太大了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需求 第二个 这个电视啊 把他们成去了 你看有不少过气歌手 你问问他上一次唱一首歌 新歌什么时候 可能他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现在早已经不活了 哎 他也有饭吃 他到三线城市 到小线城远去 为啥呢 这些人虽然歌声不行了 他总跑电视台 你整上个综艺节目 你整上个什么访台 在小地方来看 这是个名人呢 哎呦电视上的人到我们这来了 就电视把他成去了 包括中国好声音这伙人 也是电视把他成去了 为什么在歌地这么火呢 现在三十万出厂费 这等于供不应求 为啥呢 就是电视把他们的形象夸大了 现在一些孩子看他们 只要是他唱的 我就愿意听 你比方说他们翻别的歌 原唱我都不听 我就愿意听他唱的 所以这就是电视放大的效果 把这些人成去了 再第三个网络 也造成新的需求 网络歌曲一红了之后呢 哎 很多地方年轻人愿意听这个 你看咱们 有个歌手叫慕容小巧 放着那爱情版的 口水歌 这慕容小巧出场费真不高 三万都不到 但一个月能接二多长眼主 那收入也不低 为什么走到哪 他在网络上红啊 这歌一听啊 挺熟悉 哎 周有人喜欢他 那他就有地方邀请他 你甭管是什么 酒吧夜总会邀请 反正他有地方演 所以就是目前中国的市场 由于地方大 再加上咱们实时求是说 你也不能要求老百姓 音乐欣赏有多高水准 反正是 咱们老百姓喜欢的是什么 往往是明星 而不是歌曲本身 不是说要听歌 是要看明星的 你看他明气大 哎呦他在电视上走出了 哎呦 明星居然愿意捧 不是说我真愿意听这歌 所以这个市场需求非常强大 就把这些人一下子给捧起来 那么下面咱们给大伙说说 这出厂费这么多 那可不都是说是捧着人给他钱 这钱从哪来 这就得说商演的钱是谁来出 基本上两大之众 大伙注意 一个地方政府 一个企业 咱们先说是地方政府 一向二线的歌手 经常跑的场子 往往就是地方政府举办 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某个地方 西花节 十九节 服装节 音乐节 牡丹节 地方政府要招商演歌 招商演字要宣传扩大地方形象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办一场演唱会 再一个 都渴望这事跟电视台挂钩 你看各个二三线城市 要办个什么节 要办个演唱会 都希望这演唱会 在当地的电视台播出 播出以后覆盖全省 我影响扩大了 所以这一类的呢 好多一线歌手 特欢迎上这个地方 对个人形象有好处 还能上一回电视 做免费宣传 这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多见的 近些年 你可能在电视上经常看见 各种地方性大型节庆演出 民怒繁多 应接不暇 2011年12月 新华网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称 大到服装节 李游节 林哥节 小到英浩节 世事节 蔬菜节 去报道 经贵州省某第一年 冠以中国名称的结会 就有十多个 请歌星 出场费 搭舞台 一次就耗资几十万元 这比钱 通常由地方政府 和本地企业 共同承担 赚出了大价钱的 政府和企业 却并不随着冤 原因很简单 地方到此 要推荐本地的资源与成绩 企业则愿意展现自己 在当地的位置和实力 2008年1月29日 国家花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发文 严禁政府有关部门 及其所属事业单位 永攻反邀请演艺明星 大半节庆 并对政府有关部门 举办商人紧急叫停 2011年12月 文化部下发 关于加强演出市场 有关问题管理的充机 明确对定 政府或者政府部门 不得主办 或者承贯 结婚演出 不得直接参与 投资 结婚演出 选秀歌手 身价一夜暴涨 出场费 总得数十万 究竟是谁在买单 一两位一线大腕 三四名 二线明星 若干个三流歌手 如此搭注的商演阵容 如何在庞大的市场中 练就西京大法 老梁观世界 为您深度解读 商演 靠什么活 第二的 那就是企业拿钱 有一种是什么呢 你比方说 奢侈品牌 国际品牌 那厉害了 一二线歌手都愿去 有的小明星 不给钱也去 混得脸熟啊 抬成自己品位 再有的就是企业呢 新产品发布会 企业的年会 企业的答谢宴会 或者说就是为了 扩大某种影响 我搞一场演唱会 而这种 商演的形式 在所有商演形式当中 是最主要的 最多见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